运用竹工艺美化社区台中太平区盛产马祖笋 车龙普文化发展协会就将不能使用的竹子 透过竹编工艺教社区长辈们创作二十几款不同造型的竹艺品 从竹编时钟竹盘到灯饰创意十足展现社区的软实力 拿起竹片十八条一组运用最简单的学字编法制作造型竹盘 太平车龙普文化发展协会运用在地盛产的马祖笋来堂竹梦课程 我们的在地东西我们可以来研发 如果给它做一些东西可以在生活上 我们生活上的科研拿来用 这可以带衣服你知道吗 用一个小拌带带菜很漂亮 这都是毛钉 你看像这个花用的也都很漂亮 很多很热闹 打开电源你没看错这款竹子灯 加上马祖灯泼奏型十足 另外还有编织款的小灯也是超投喜 桌上摆满各式竹工艺 从最醒目的竹编石中竹笼还有竹燕子 到各式装饰花盆搭配绿色植物 超过二十几种竹工艺创作 都是由长辈一手包办 会物利用 把那个剪掉那个竹笋 老的那个竹子剪掉 明年才会生嘛 我们就把那个剖一下 来做竹编 尸老花 尸个长组来做 大家挡在头上 挡在手 这样 大家比较刺眼 快过年了 这个是我编的 这个是我写的 叫我第一名 车隆浦 这造竹梦 赞 自豪的拿起竹编春典 周崔静博 长辈布纸编织 也写的一首好书法 实际挂在门上 喜气洋洋 竹梦有成 美化社区